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來!喝杯肉!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樓房案揭101 節目主持何潔文 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大家好 歡迎收聽樓房案揭101 我是節目主持何潔文 在我旁邊 就是我們的嘉賓主持 他是專業房屋案件顧問 宋一良Alan HelloAlan 你好 賀潔文 你好 各位聽眾 大家好 Alan 我剛剛早前 好像看到 加拿大地產協會 有一份報告 他說 我們的樓宇交投量 略為高於預期 他們預計 2014年的樓市 會有明顯的復甦 這個地產協會 就說 交投量在第一季和第二季 都有回升 而且還一直上升 所以他們估計 2014年的樓市 會有明顯的復甦 甚至2015年的交投量 還會去到超過46萬間 還會多過2012年 大約約1萬間 似乎 真的 好像市場上升 市場上升了 尤其是現在春天 夏天也快到了 很多人也比較活躍 但是市場是否真的復甦 那就要放長眼睛去看看 其實很多時候 中間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要看看 這些事情發生 對於市場的影響 有些什麼關係 最近有些什麼新的事情發生 其實都不斷有些不同的事情發生 我們上次都說過 黃銀加息 政府也都在那裡 又再試看看 有些什麼其他的渠道 可以收緊房屋按揭的規禮 市場也是剛剛移動 這麼快就想想 如何再收緊 其實去年已經收得很緊 是的 但是如果政府要山水喉的時候 我們當然有很多不同的辦法 那最近有些什麼消息呢 例如分攤還款期 你們都記得以前的高比例按揭 分攤還款期已經縮短了 現在政府可能考慮一下傳統式的按揭 他們的分攤還款期 可不可以再縮短呢 對於想置業的人士 壓力很大 還更加大 那這個就真的 上兩個星期 我老友記 阿老陳 他都跟我說 他兒子 剛剛大學畢業 做了幾年 其實都做得不錯 他有事業 他也有專業的 他的收入都不錯 還打算結婚 哦 那還不錯 對 所以又考慮一下買房子 然後就可以安定下來 組織個小家庭 這樣 這幾年來 其實阿老陳的兒子 都不停地存錢 但是他們始終覺得 好像真的很大壓力 因為現在 存錢已經是難了 但是 首期的需要 似乎又增加了 政府收了一些規例 每一個月的供款額 似乎又好像高了 好似我們看看 去年政府收緊了那些 所謂高比例按揭 高比例即是首期少過兩成 那些叫高比例 是的 少過兩成 還要買按揭局的保險 是的 我也記得你說過 那個分攤還款期 由30年 縮短為25年 是的 所以現在都很難 是的 很厲害 我們打個比喻 例如買一間50萬的房子 其實都很平均 有些可能更貴一點 我們就當買一間50萬 如果你說我放下一成首期 即是做一個高比例的按揭 是的 那你要付5萬元 是的 那再加上 9000至差不多1萬元的 CMXC的保險費 那還要分攤還款期 只有25年 嗯 那時候 你會看到 每一個月的公款 大約要2170元 嗯 如果同樣可以做到一個 30年的分攤還款期 的貸款的時候 那每一個月的公款 就變成只不過是 1930元左右 那只差兩百多元 是的 收緊了規例之後 一個月 要付差不多240元 一個月 是的 一年不是幾千元 三千元 差不多三千元 我們又來想一下 每一個月加多兩百多元 那這兩百多元有什麼 其他用途呢 不要說你的炒股票那麼危險 或者用來供車 或者加入你每一個月的火食費 那你也不用餐餐捱麵包那麼慘 是啊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每個月多二百多元 都是一筆錢 是啊 老實講 你看一下 如果是打工一續 那又有沒有人工增加了呢 又加人工的時候 你又加不加多一百多 三千元一年呢 唉 我有個朋友 在一間公司裏面 做了超過五年 都沒騙過人工了 是啊 以前 有一個新聞說 有一個 不知六十幾歲的員工 在一間快餐店那裡 好像打了不知三十幾年工啊 都沒曾加過人工 唉 真是慘 真是淒涼了 現在政府呢 又考慮一下 好不好收緊這個 傳統按揭的分攤還款期 即是如果我首期 比超過兩成 那些叫傳統按揭 那些都要縮短分攤還款期嗎 是啊 因為現在可能 有些公司呢 也都會做到三十五年 多數呢 都是可能做到三十年 但是如果由三十五年 或者三十年 縮短到二十五年 那我們又來看看了 同一個房屋 我們買一個五十萬的房屋 放下兩成首期了 那即是都要整十萬的了 是啊 那你每一個月的公款 一千八百九十塊左右 但是如果可以分攤 三十年來還呢 只不過是還一千六百八十塊左右 超過二百塊左右 是啊 那即是跟高比例按揭的問題 一樣 每一個月都要給多二百幾元 那總之是供樓就比較難了 當然啦 所以很多現在年輕人 都在頭痛這個問題 究竟應不應該去買樓 那真是很頭癢 是啊 那我們首先看看 收緊了這個規例 對這些借錢的人 究竟是有什麼影響 首先要看一下 就是要給多些首期 要不然每一個月的公款 都要增加了 記得我們以前說過 最重要是看一下 每一個月的按揭公款 最好就不多過 你總收入的三成 還有總還債額 除了公按揭之外 如果你說要公車 給這個信貸卡之類 那個總負債額 最好就不超過你總收入的四成 所以如果每一個月的公款費 增加了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你這個比例 如果你影響到這個比例的時候 你在這個按揭公司那邊 他會不會批准你這個按揭呢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說到沒有 即是要收入高一點才行 是的 除非你是有人工加了 或者你有額外的收入 譬如你說 晚上可以多做一份工作 或者星期尾又多做一份工作 但是 做人不只是打工那麼簡單 是的 但如果你不是這樣的時候 尤其是那些首次置業的人 可能就要等久一點 聽說現在存錢 最少限度都要三年 或者有些說要整七年的時間 才存到首期 是的 你只存首期 都很厲害的了 三至七年存到十萬元 是的 你想一下平均的人 賺多少錢 那你就要算一算那條數 總之是不容易 總之是不容易 所以也要明白 在目前為止 根據一個統計 他們就說 有17%的人 尤其是首次置業的人士 都要靠這個高比例的按揭 嗯 變成如果現在收緊這些規例的時候 很多都變成了 就買不起屋 買得起都供不起 又要給CMHC的保險費 那裏有幾百元一個月 是的 這個經常都要考慮清楚 因為你無端端多一萬元保險費 還要分攤二十五年來還 加價賣賣 其實怎麼只給一萬元 只是保險費都給幾萬元 但是如果你是很厲害 勤勤勵勵勵 真的供完之後 那幾萬元 又真是 見財化水的 但是沒有又不行 因為除了政府 一定要強制你買這個保險之外 你拿一個國安揭 其實你都要考慮買這個保險 但是我們上次都說過 在加拿大 平均有65%的人 他們的收入都是低過五萬五銀 好了 你買一間五十萬的房子 要二萬五至五萬元做首期 沒錯 那你想想 一年薪費都只有五萬多元 你要儲五萬元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難的數字 除非你真的住在家裡 不用交租 又不用付稅 但是如果你自己住的時候 你又要交租 又要吃飯 付稅 電郵 拍車 不要說還要穿衣服 應酬費 那究竟你們有多少錢 是可以真真正正存到的呢 其實五萬元一年的收入 等於大約四千元一個月 真的不得多少錢 當你還要交租 減減所有的開支之後 其實四千元 真的僅僅夠花錢 對 你要說是正欲 你付稅之後 其實真的沒有多少錢 買不起又怎樣 這個現在政府都很頭痛的問題 因為當你買不起房子的時候 唯有怎樣 你都要在房子住 當然要考慮一下租屋住 不過又說回另一件事 即是有錢 當然可以買回房子租給人 一定有市場 如果這樣說 是的 因為就算現在租屋的人 可能他們都會繼續租屋 因為他們要考慮一下 如何儲得錢 總之呢 如果現在這個情形繼續持續下去 租屋的人一定會多了 難怪說 如果你有錢 那些人就會越有錢 沒有錢的人就會越來越沒有錢 因為你有錢 你買了一間屋 起碼 你只是租給人 你都有租金收入 但是如果你沒有錢 你僅僅夠拿來租屋 或者拿來住的開支 就已經給了別人了 自己沒有錢了 而且尤其是經濟不好的時候 你加上這個政府 還去收緊這些規例 當然大家都已經明白到 一個冬天以來 樓價真的大跌 去年真的很差 樓價跌的時候 那些賣家 當然是收牌不賣屋 對呀 除非你很趕著賣 但如果你不是真的趕著賣 我聽到很多人說 樓價跌了 那我就不賣了 只收回不賣 所以其實想賣那些人 已經沒有能力了 還要 沒有得選 這個是供求的問題 他不賣屋 那些也不一定是 這間屋出來出租的 有很多 其實真的空置在那裡 但是他 像你所說 他有錢了 他可以捱過這一段時間 但是租客就淒涼了 因為租客多了 但是屋少了的時候 那些租金就一定是上升 所以給租的那個就淒涼了 收租的那個是開心的 都是兩看 不過聽說多倫多的租金 已經是升了很多了 那在溫哥華的租金又怎樣呢 我們要看一下 變成什麼情形了 好啊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繼續談 在遠古的傳說當中 龍是象徵著力量和智慧的生物 現在龍已經蘇醒 龍之力量得到解放 而且要傲視天下 每逢星期三 在一clickradio 我肥龍 還有我阿財 將會發放龍的力量 同大家 龍行天下 我們會用盡千方百計 古怪搞笑的方法 同大家搜羅世界每個角落的 得意趣聞 奇人怪事 新鮮資訊 記得同星期三 一clickradio 雙劍合璧龍行天下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人生不如意事 十常八九 你會選擇怎樣去面對呢 生命有甜 有酸 有苦 有辣 人生不同的味道 你有沒有一一細微呢 逢星期一 一clickradio 誠意獻上一個用正面態度 去面對人生不同經歷的節目 世美人生 主持人李向晴 每個星期都會請來一位嘉賓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人生 不同階段的經歷和感受 還有正面積極面對困難的過程 世美人生 和你世美人生的正能量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劉房按揭101 節目主持何潔文 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繼續劉房按揭101的時間 Alan 剛才在休息之前 你就說到 現在經濟不好 加上政府還收緊了一些規例 樓價就下跌了 但是呢 又不是說那些人 真的鑑便鑑賤賣 因為那些賣家 不趕著賣那些 見過價錢不漂亮 索性收牌不買 而買不起樓的人 唯有又要繼續租 所以租金就很可能 不斷上升了 在多倫多那邊 就已經升了很多 那究竟溫哥華這邊 是不是會跟著這樣升呢 我們都未看到有個報告 所以呢 有時候市場就很有趣 究竟市場可不可以做到平衡呢 當沒有人賣家的時候 那些人也可能買不起房子 他們要去租房子 但是供求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又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看看 另外一個環境就是 很多炒樓的人 就是買了樓花那些 他們也是賣不出的 因為市是淡了 那麼就被迫著要接貨了 對 他們接了貨之後 因為他們本身是想炒樓 他們都沒有想著接貨的 他們接了貨 他唯一的辦法就是 只想把那個房子租出去給別人 那就是啊 因為他要供給的嘛 那就希望有一批這樣的人 就在市場上增加了這個供求 另一方面呢 要看看政府那些政策 很多時候他們現在都在說 是否可以增加了這些所謂廉造屋 譬如好像你現在溫哥華 那個奧林匹克運動村那裏 增加了很多比較廉價的屋 嗯 不過你講起這個奧林匹 village 我真的覺得有少少奇怪 因為上個周末我去逛過一下 這個奧林匹 village 現在整得很漂亮 其實整個環境就真的很不錯啊 整個Forse Creek 那個海旁呢 就整好那些跑步徑啊 散步徑啊 很漂亮的 那些公園啊 設施啊 全部都整得很漂亮 那裏發展得就真的非常非常之好 因為一向以來那裏都是因為還有一些板廠 那些東西都很殘舊 甚至乎當那些板廠關閉了之後 差不多好像一個廢墟那樣 我記得我們初初來的時候 然後在那七十年代呢 真的如果你說駕車下去唐人街啊 在美影街那裏走過呢 就是CN火車站前面那裏 那些風剛剛是在西邊吹過來呢 你真的聞到啊 哇好像垃圾池那樣臭的 那就是因為板廠那些廢料那些味道了 但是現在 學你說真的 哇真的變得很漂亮了 整個海旁呢 都興建過了 有條陽牆小徑呢 就去那裏拍拖都不錯的 看看風景 看看日落 對著條河 多漂亮啊 真的很好啊 不過那裏呢 我記得市政府呢 就是因為要照顧那些低收入人士 就說在那裏設置了很多可負擔房屋 但是其實我上個禮拜走的時候 我就發覺那些東西不便宜的 還有那些商店呢 不是說便宜的商店 好像Urban Fair 這些超級市場 是高檔的超級市場 不是No Frio 那些 即是賣平價的超級市場 那你在那些地方 來搞這些可負擔房屋 或者社會房屋 那哪裏可能負擔得到啊 大家都應該明白到 這些這麼漂亮的環境的地方 當然呢 就不會是便宜的了 但是加拿大 尤其是溫哥華市政府 是很愛惜他們的人民的嘛 所以他們希望 等你沒有這麼高收入的人呢 都可以融入那個社會裏面 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啦 也是一個很理想的主意 但是當你執行的時候 有什麼其他的影響呢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是啊 如果不是變了愛你 就變成恨你了 你擺一些窮人 在一個各樣東西都這麼貴的區域裏面 你叫他們怎樣生存呢 但是你明白嘛 加拿大政府 他們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做到 人人都平等 希望沒有貧富懸殊這件事的嘛 但是現實社會裏頭 是不是這樣呢 那就要看看了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又希望政府 如果他們真是用心這麼好 這麼良苦的時候呢 那他們可不可以做到一個 真是監管到租金的政策 讓那些人可以有地方住啦 或者是那些商人 因為條件好 稅務優惠好 那他們可能呢 就能夠蓋多一些這些 廉價一點的屋 讓那些人不用生活得這麼淒涼 可以負擔得到一個好的地方去住 但是如果政府監管租金 那似乎又好像干涉了這個市場自由 這個是講平衡的 尤其是租金的高低 其實是由這個市場自己本身調整的 如果你說所有的人都不去出這個這樣的租金呢 你就想一下 那些業主可不可以收到這麼多的租呢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譬如好像近來聽聽 在阿伯斯福爾有一批沒有屋住的人 住在那個樹林那裡 是呀 我都聽到 阿伯斯福爾那些人呢 就大力反對這班人在那裡住 但是你要明白喔 那他們真的如果你說他們在溫哥華 你都不知道有沒有走過 你看看現在的西里定街和Columbia街角那裡 以前那裡真是很輕旺的 但是現在呢 真的一樣這麼旺 只不過以前那些人呢 每個都是西裝不停 那些女士呢 穿得很漂亮 長裙高跟鞋 皮草 那現在那些呢 就似乎比較烏尾一點 不可以這麼說人的 你知道嗎 是DOWN TO EARTH DOWN TO EARTH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呢 我們又要看一下 這個地產價格和這個社會的經濟呢 有多大的影響了 直接息息相關 當然啦 很簡單 給個例子 一間50萬的屋 嗯 譬如有100個人買50萬的屋 嗯 那就是5000萬 是啊 但是現在忽然之間 減少了20個人去買這些屋 那就是少了一千萬的了 嗯哼 這1000萬裡頭 我算你是2%是利潤 即是你說業界是嗎 是的 譬如我做房屋按揭的 你給我拿了一個按揭 那我就賺了錢 是不是 嗯哼 我賺了些佣金的時候 我肯定做什麼 當然是出去買東西 嗯 現在那個社會 突然間少了20萬人的利潤 是的 那是否會影響到社會的生意呢 當然啦 你賺不到錢便會少一點 是的 那20萬人 那些人可能就拿去餐館吃東西 去酒吧喝酒 或者是其他各類的娛樂事業 所以我不是說呢 息息相關的 是的 尤其是旅行 維修 本來應該是油灰水的 但是沒有收入 那就是等多一年才油 是呀 又不趕的 但是那個油七師傅又沒有錢收 那他便不去餐館吃飯 那是呀 餐館便可能倒閉 是的 所以就像滾雪球一樣 這樣一路滾下去 或者叫骨牌效應 是嗎 是的 所以是很淒涼的 所以做政府都不是容易 他們真的要很小心 去考慮一下這個因素 嗯 那也是呀 不過說回一般市民 現在這樣的情況 那我其實應該是 要租屋好 還是還是去買好呢 我們不如看看每一個情形 好嗎 好啊 如果你說租屋 每一個月就有一定的租金 是啊 沒有什麼其他的花費 如果你買一間屋 每一個月當然要供你的房屋按揭 除非你是很有錢 一筆過買了 但是除此之外 你又要付地稅 物業管理費 和維修費 是啊 你如果擁有一間屋 你都要負責這些開支 是啊 所以你說 如果你租屋的時候 你還要看業主的臉色 那看看好不好 你如果撞著業主 是好的 每一個都沒有所謂的 那就不要緊 當然 但是如果那個業主又說要收樓 你又要去找一個地方搬 或者他這樣又說不准做 那樣又說不准做 那就沒有住得那麼舒服 不像你自己買了一間 那是自己的 那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那是 我喜歡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喜歡買過另外一間 如果我有錢就買 沒有錢就繼續住下去 是啊 我又不用怕沒有屋住 又不用怕被人趕 但是如果你租的時候 其實你是跟別人供他的按揭 是啊 不像自己買 自己買 雖然你也是要供按揭 那個按揭 供完之後 那些錢是你的 就變成跟自己存錢一樣 至少那塊磚頭是自己的 當然 第二天那個磚頭我要賣出去 那可能還值得多些錢 是啊 就算你說我不賣 很希望15至17年之後 或者現在這個貴一點 可能要20年 但是你也有可能供完 供完之後 你就做什麼都可以了 舒適很多了 經濟上支出上都不用那麼多 是啊 但是如果你租屋 你是無限期的 是啊 你退了休 真的 不要聽 除非你是入老人院 或者有其他的事發生 總之一天要找地方住 你一天都要給租 是啊 最慘就是退了休之後 當你沒有收入 但是還要繼續給租金 這個才是問題 是啊 因為你沒有資產 如果你真的退了休之後 沒有收入怎麼辦 但是如果你有房子的時候 你只有自己的資產 那你就可以靈活地運用 希望可以幫你解決急需的問題 是啊 大不了 最多我做回一個reverse mortgage 或者叫cheap 我記得你之前說過了 拿這個房屋的資金去套現 起碼我都不用擔心生活 是啊 最重要就是這樣 但是呢 有些人就爭論 我租屋 我隨時可以搬 尤其是你說是年輕人 在工作上有需要的話 我說搬就搬 你記住 買了房子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想賣屋套現些錢的時候 需要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還有在手續方面 就比較繁複一點 是啊 我有個朋友 他說 他有間房子就要賣 但好像賣了一整年 都未賣出 是啊 如果你說真的趕著錢 洗的時候 你整年都未賣得出去 那你那一年的錢 又從哪裡來呢 是啊 如果那間房子還要繼續供 還未供完的話 那你這一年來 你還要不斷繼續付錢下去 是啊 所以買房子和租房子 其實都有很多很多要考慮 不過說就是慢說 政府其實他們那些政策 對於社會經濟的影響 同時也都影響到市民 究竟可以買房子住 還是租房子住 這個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是啊 其實政府應該聽一下 看看真正國民的需要 是不是真的這樣 很多時候要制定一些政策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實用 是啊 所以希望今次政府 忽然間又想想 好不好縮短這個 傳統按揭的分攤還款期 希望他們都是暫時先說的 嗯 而且聽說 他們今次可能還會做個 民意調查 或者是諮詢會 然後才去決定做不做這件事 哦 那也應該 應該啦 有時候收得太緊的時候 真的好不行的 那或者呢 又要看看那些承建箱 會不會建一些二百多呎的公室 便宜一些 那些人呢 希望可以入到市 哎呀 我記得你說過了 在SERRY建一些 250呎的公室 那都是為了讓那些人呢 可以便宜一些 入到市 有自己的住所嘛 是的 有時候呢 爭就 沒得爭的 因為那個物價 市場說是 要值那麼多錢的時候 你又不可以說 強硬壓低它 唯有就是 做些小一點的 沒有辦法呢 另外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也要看一下 對於 尤其是在加拿大的市場 有什麼影響 就是 世界的經濟 還有 有沒有戰爭的機會 好像在中東 還有 歐洲 其實有很多有錢人的 那 他們經常都擔心 那個經濟崩潰 還有 會不會打仗呢 好像SERRY 以色列那邊 忽然間就掂幾個炸彈 那些有錢人 會不會把錢搬來加拿大呢 是啊 會啊 我聽到新聞有說 就有些 中東來的投資 突然間是增加了 當然 因為加拿大真的 過往50年來 都是很平安 很清淨 沒什麼大事發生 那些人可能覺得 是安全一點 再加上 如果你加國的那些 那些泰銀起得過多 和過快 也會不會導致 這個樓價大跌呢 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所以其實 有很多事情要想一下 總之 希望政府 在這個縮短分攤還款期 這個政策方面 就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比較全面一點的諮詢 然後才再作出決定 好了 那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Ellen 如果聽眾有需要 想找你的 有什麼電話可以聯絡你 如果想找我 請隨便打電話給我 我電話號碼是 604-789-8662 604-789-8662 在我們這個節目的專頁裡面 大家也可以找到 Ellen的網頁連結 好了 謝謝Ellen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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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rudy 觀看 電話號碼是 音樂是無分各界的 共通語言 隨著不同的音樂節奏 會牽動你不同的感覺 當你進入音樂小宅的時候 请你放松心情 尽情享受音乐 每逢星期二 节目主持 子欣 会在音乐小站节目里 为你准备好丰富的音乐承宴 记得来慢慢品尝 www.eclicksoweasy.com eclickradio 只要一 k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 www.eclicksoweasy.com eclickradio 只要一 k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